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2008年12月9日公布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它重申了人权、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明确表达了对一党专政体制的否定态度,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原则性方案。 零八宪章主要的组织者,著名民主人士刘晓波、张祖化被带走后,失踪随后很多发起人被警告、训问。 一年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众判十一年2010年益中的刘晓波霍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霍诺奖的中国异议人士,其实零八宪章并非横空出世。 它的出现是70年代末以来异议运动、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等不断积累的,屡败屡战的民间力量的集中展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 它的产生也与后八九的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政治层面1978年末的民主强运动、1980年代的高校学潮、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0年代的异议活动、公开信运动和阻挡,尝试2003年后的公民维权运动。 都是人们秉持自由、人权和民主理念、试图以民间联合行动来突破专制封锁、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努力和艰难探索。 而中共当局的反应,也是一一贯。 这的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党国体制进行挑战,一旦出现就要封锁、逮捕、判刑、镇压、甚至不惜制造震惊世界地天安门大屠杀,从经济和社会层面。 改革开放也是中共在毛泽东路线,带来全面危机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40年后回头来看,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中共统治策略的改变。 在确保一党制及全体制的前提下,对监济和社会,进行有限度的松绑。 六四屠杀之后没有关闭国门而是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进入WTO国际经贸易体化体系。 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经济快速发展时统治者、特权阶层,获得了巨大利益。 中共有了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有了充足的维稳经费,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和话语空间。 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因此大大有利于专制统治。 但是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的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自由思想的传播民众观念的变化社会空间的扩大。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反抗意识的加强抗争行动和抗争规模的扩大。 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都是当局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 而扭曲的党控市场体制,或叫权贵资本主义,市场集权主义,市场列宁主义,到国体制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加大阶层流动的股。 化相对被剥夺感加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腐败愈演愈烈。 民怨无法化解,且不断增加这些都强化着民间抗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站出来公开抗争的人,总是少数除了运动资源有限,组织成本和行动风险较高,搭便车心理等因素之外。 中共的市场新极权所塑造和推波助澜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庸俗的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让人们不假思索地享受专制的好处。 疏远,嘲笑,甚至反对抗争行动信息审查,篡改历史,国家主义宣传,洗脑式教育,也制造着聚英国国民与心意和团。 政治冷漠拜金主义娱乐,致此成王八寇。 这种精神景观,与1989年全国范围学生市民的理想主义,勇气,自律,牺牲精神成为鲜明的对比以上,就是零八宪章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版图。 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某种意义上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宪章运动。 既得益于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条件,又是对改革开放的超越和背叛。 中共的改革蓝图和改革实践,实际上是不改政治只动经济,建立和强化市场及全体制的为改革,而占主流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则希望共产党建签改良,从经济市场化,转入司法和政治改革,或官民良性互动,或需待公民社会发育重大倒闭政府改革。 但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更近一,不呼吁建立,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真正的宪政共和中共到了习近平手里。 一方面自身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危机。 一方面自是具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因此不但残酷迫害异议人士、维权律师、NGO、公民运动、家庭教会、互联网,而且联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也一并打压。 由有进者中共运用了传统集权的全面监控、秘密警察及群众动员体系,结合最先进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科技集权主义。 在零八宪章十周年的今天,刘晓波先生未能活着走出监狱而中国,却在大踏步的背离零八宪章所呐喊和努力的方向。 这不禁让人唏嘘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相关报道。 纪念零八宪章,十周年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黄齐巴许姆北京上访被殴打下落不明。 在看守所和监狱之类的地方,怎样防止被人虐待刘迪学者盛宏,被指危害国安赴美遭阻。 六四人物原木去世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 中国热评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异议人士,纪念六四开动民主战车,民主祥运动40年纪念,魏京生评论邀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 命名游客真的第一次看到能把胡言乱语的神经病,奉为大师的文章。 文章作者想必也是同类之人啊,脑子还没治好吗? 2018年12月13日4点32分同步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先甘肃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 山东上千老兵围权与警激烈冲突,新疆镇压死亡镇杀人如麻为何犯兵兵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为何对文革? 请有独钟高薪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 这是你有独钟的支持奥调查? 是有独钟的支持奥调查 您会认识 извращ谢谢